最近有要去纽西兰旅游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纽西兰政府3号宣布 将从10月1号开始入境费用要调涨 来到童话班的小木屋 纽西兰是电影《魔界》三部曲的拍摄地点 吸引大批影迷前来朝圣 但现在想要亲眼目睹哈比人的小屋 旅费又要增加了 当地政府3号宣布将从10月1号开始调涨入境费 从35纽元调涨到100纽元 约台币2000多元 涨幅约两倍 旅游业者大感不妙 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 纽西兰2022年8月才重启国门 根据当地观光局统计 虽然2023年国际旅客达300万人次 依然只有疫情前的八成 人潮还没完全回来 相关费用就不断涨价 业者担心会吓跑游客 其实纽西兰从2019年就开始征收 国际旅客保育旅游税 又称为入境费 这回涨到100纽元 纽西兰观光部长说 这笔费用只占了国际旅客 平均花费不到3% 不会造成庞大的负担 将会妥善利用这笔税收 协助旅游业复苏 确定此编译 这笔费用了吗